我們看這題目 將四支原子筆全部分給七位小朋友 每人最多得一支 第一小題 若原子筆不同 共有多少種分法 那麼我們先看第一小題 在這裡 原子筆只有四支 那麼有七位小朋友 我們這裡是每人最多得一支 因此呢 這七位小朋友裡面 只有四位可以得到原子筆 所以呢我們要先從 七位小朋友裡面 挑出四位出來 那麼第一小題 原子筆不同 那麼共有多少種分法 所以這時候我們挑出四位之後 還要進行排列 因此呢 這方法數是 P7取4 P7取4 這等於 這是七階 然後去除以 這分母呢 是 7-4 階乘 那麼這等於 7階 去除以 3階 所以呢我們可以算出 這答案是 840 440 440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 第2小題 如果原子筆相同 共有多少種分法 那麼這時候 因為原子筆相同 所以呢我們只要 在七位小朋友裡面 挑出四位出來 那麼直接給原子筆 就可以了 因此呢 我們方法數是 C7取4 C7取4 這等於 這是7階 去除以 這是4階 然後乘以 這是7-4階 因此呢 這等於 7階 去除以 4階 3階 那麼我們可以算出 這答案是 35種 這個答案